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有關我凡介紹微飲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裡 今天在深水埗 去吃什麼 榮樂燒美廚房 去吃燒美 試完有一個網友告訴我 這間的魚豬挺好吃的 當然大家知道我很喜歡吃魚豬 我決定來這裡試一試 其實這裏就是明星酒家 以及以前的魚蛋粉 很出名的 沒有了 如果這裏地鐵站走我來深水埗 B2出口大約走五分鐘左右 我當然今天就乘巴士來 剛才我在巴士站下車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巴士 這裏轉彎後 直走沒多遠就到了 其實這裏有兩間燒美店 其實前少少遠時是結尾 大家可以吃幾尾走過來都可以 色除尊便 我剛剛走到沒多遠就到了 永樂燒美廚房 進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進去坐下再坐下再坐下 這間永樂燒美廚房 其實我看到有這個魚豬四補飯 哇 真棒 魚豬叉燒分泌和鹹蛋 可以跟泥湯 凍飲加3元 裡面還有很多款式蛋 還有鹹茶 鹹茶竟然有魚豬 厲害 魚豬不過就要加20元 所以我先去看看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點的 剛才老婆說看到有兩頓飯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我先去看看 我們先點點食物 點完食物 來到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了 一開始滿心歡喜 我又走過來已經開始說了 很想吃這裏的魚豬 誰知道來到 我叫魚豬四補飯 他說魚豬賣光 現在時間是2點而已 你說多受歡迎呢 當然我推銃扣其吃 倒是吃我最喜歡的分泌 佛山分泌飯 它單評48元 其實我看到化皮魚豬 也會是48元 我想而知 為什麼魚豬這麼好賣呢 大家再心中吧 還有好不好吃 我真的沒試過不知道 但是網友就說 不錯的魚豬 我今天沒辦法試給大家看 我唯有遲些才試給大家看 或者我可能會遲些拍照 再拍片就未必會了 分泌來說它也有很多件 它每件都很冷 不過它放在飯上面 我覺得當然是一般 我都說過了 會令它變熱和變嫩 但是這條飯不是很熱 暖暖的 所以令到效果也不算太差 還吃得到很冷和很夠味 我不知道上次那個 又說經常有寄生蟲那個 報了食安中心沒有呢 現在的分題還在街上 乘航城市賣 其實真的不太好 其實如果它真的報了食安中心 告訴我 等我都知道你原來做了一件好事 等我把你的留言拿出來 跟政府說 說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班局好事文獎給你也好 真的 你如果說得這麼實 實質塵塵塵的 真的要做這些事 不要不做 不做呢 真是告訴你 你在那裏寫那麼多留言都沒有意思 我幫不到你 另外呢 說回飯吧 飯底來說挺好 雖然暖暖的 也是一粒粒的 不錯 另外呢 他都給你一條菜 不差 你看看 它錄的時間剛剛好 咬下去還是爽 不是軟了 當然最重要是有蒜蓉醋 這個才是重點 有些地方不給蒜蓉醋 說沒有 我就覺得比較一般 而這個我就覺得挺好吃 整碟飯來說只是48元 它加凍飲也只是價3元 我們還加了兩個湯 湯就加5元 一會兒我們再說的湯 湯挺好味的 也不錯 另外有一個 經常說我很喜歡說別人 說完一次就算了 是啊 又到你了 是啊 又輪到你了 黃麗賢 又在說你了 我不要說別人 我現在開始不太說別人 我講你啊 黃麗賢 你的真怒 和那個吵怒 你研究完沒有 看完片沒有 說一下才行 看完你又不去糾正我 是不是對還是錯 你寫一些東西吧 黃麗賢 黃麗賢 你沒有看過片就好了 你有看過片就寫一些東西 麻煩你 我整天的片 又不是說很多東西說 但是多了這些人 令到我的片都挺生色的 可以說 又多些題材又多些話題 挺有趣的 多謝你啊 黃麗賢 這個是瑤柱香菲雞配燒肉 我這次要了河粉 價錢32元 是屬於下午茶自選燒味粉麵其中一項 單瓶就30元 雙瓶只是貴多2元 供應的燒味總共有10項 包括有燒鵝、化皮乳豬、瑤柱香菲雞、好味豉油雞、九龍燒肉、明爐燒鴨、靚靚叉燒、蜜汁燒排骨、佛山分臺 最後一項是紅腸 嘩我看上去有幾項都是老公喜歡吃的 不過它寫明 燒鵝要加10元 如果是乳豬燒腩就要加20元 配襯的粉麵可以選擇奶粉或河粉 供應時間下午2點至6點 拿到上桌的時候 那碗河粉和平時酒樓供應的燒鵝奶粉的碗 裝著那個器皿是一樣大碗 河粉的份量非常之多 夠熱辣辣 也配襯了兩三條菜心 綠的時間拿捏得相當不錯 中間白色的店就隱約看到 配了很多蔥粒 所以喝到湯底是有蔥香味 河粉的份量非常之多 很幼 是水河來的 不過是否最薄那種就不是 但都夠滑 不易斷 有米漿味 吃起來起碼是夠滑身 而湯底也給了很多 起碼覆蓋了河粉的表面 這種湯底是沒有燒味味 它是類似平時煮公仔麵的味精粉開出來的 它很濃味 吃起來只吃齋河都足夠味道 主角方面就要移師去另一個小碟說 燒肉我選了中間那塊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淋了汁 我想試一下它的汁醬 會不會是平時淋在翻面的燒味汁 其實是的 但不算太鹹 也蠻好吃 燒肉這次的不是五花藍 因為它不是一層肥一層瘦 大部分都是瘦 但是一些硬口柴口的感覺都沒有 是有豬肉味的 而且很容易咬得開 最重要是燒肉要吃皮 不是肥雞要吃皮 因為它煮燒肉的皮真的很香脆 而且其實我都不用試給你看了 你看看那個沙皮麵 很誇張 好像平時吃乳豬那種沙皮麵 而且它夠厚 起碼多於0.1cm 另外雞我就要了酒液 這個瑤柱香菲雞是不是有瑤柱味呢 就不是 不過很有雞味 酒液通常我上次都說過了 自自然而是給雞背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我比較喜歡吃雞胸 不過每次都是來雞背 剛好上次也是 現在這裡也是 看見我那幾塊都沒有啫喱胃 不過雞骨方面很滿意 都是有些血紅色的 證明它浸雞煮雞的時間是非常之好 不會煮到熟透 變成雞味就算有 吃到肉質就比較粗口 雞背是很滑 再要配襯雞味真的很難得 還有它有5塊 瑤柱香菲雞這麼多 4塊燒肉 我覺得配襯一碗可粉或者奶粉都足夠了 還有質素不錯 我吃了那塊的皮 也是比較爽身的 還有油脂感不算太高 所以都覺得比較好吃 它也配襯了一碟蔥油 很明顯 這次看不到有薑 剛才老公試了 我就沒有試了 他說是沒有薑味 有薑味他也可以吃 不過他就不會吃渣 如果沒有薑味 蔥的香味也足夠了 這個也是下午茶自選燒味粉麵 我們要了燒鵝和叉燒 當然燒鵝要價錢 這個就價10元 所以煮碗食物是42元 燒鵝來到也看到有一隻鼻 這個一定不是上翼來的 是下鼻 因為它給了那條骨 雞腿有時也是的 我買飯 你以為它給你一給 它是斬骨出來 只會留下那塊肉 所以它這裏不錯 不是上翼 也給了一個鼻位 這個咬下去不錯 多夠紮實 上翼來說有乾有柴 沒什麼肉 而這個是很夠肉 它醃料也醃得不錯 雖然它浸了在湯上 但是我覺得也不差 叉燒來說我就說 要肥叉吧 當然我在Openwise也看到很多評論 它都說 肥叉其實全部都是瘦 我看上去也是很瘦 但是告訴你 它這個肥叉是叫做軟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不是塞了 是軟的 咬下去有些罩口 這裡也有些肥膏位 不錯 而且這個跟醬汁調味調得很好 很好吃 這個我咬完一塊 我已經馬上去吃第二塊 不過它的奈何只有幾塊 我沒理由不斷吃 我先介紹完 唯一最差的是奶粉 奶粉我們吃完之後 老婆說不屬於最差的那種 為什麼呢 起碼不是碎濕濕 還是一條條 只是吃下去不是嘟嘟 有些粉在表面 好像粗糙的感覺 就是說它製的時候 不是製得很好 用機製的時候 也挺粉的 粒子做得很粗 變得很粉 這個米漿味 我又不太覺 你看它粗幼的 有些就粗一點 有些就幼一點 也不是千兵一律 這些一定不是自己做的 教來的 如果自己做的 除非是江藍奶粉 那些就自己做 也是有一條菜 菜來說 都是適中的 不適中的 當然它也有酸梅醬 酸梅醬看上去 也不像是一些現成撕出來的 看上去也不差 而且點了之後 味道也不錯 當然 它的粒核就沒有了 就不會看到粒核 有些酸梅醬就做了粒核 我記得最噁心的酸梅醬 是一坨椒的 好笑的 旺結 那個真的完全不好吃 剛才我看到師傅拿著叉燒出來 很棒 剛剛出爐 那些好像看上去有多不差 我們看看 買不買叉燒吃 而這個湯 可能是燒鵝的醬汁和叉燒的醬汁 這個是有燒味味的 反而這個湯反而不錯 可芬的湯我喝過了 真的像一些普通麵當 沒什麼熬過的湯 就這樣加味精 而這個 正好很多 有燒鵝味 我們下了去 想介紹一下鏡頭面前這碗荔湯 總共點了兩碗 其實剛才我們跟飯餐或者下午茶餐就配了動飲 動飲就加3元 我們問師傅說 如果想愛麗湯 額外就是給5元 很快就麗湯拿到上桌 大概的容量就超過200毫升 多少少 他都裝到有7-8分滿 今天的湯就是青紅蘿蔔煲豬肉 豬肉那方面我試了 其實跟街邊那些碗子 像推車仔那些 以前的感覺一模一樣 那些豬肉是一絲一絲可以撕得開 好像平時那些鹹獸肉粥那些 這樣上下的質地 比較粗口一點 肉味它都有 但大部分已經放在湯底裡 以前很久很久了 我想我小時候幾歲大 就見到燈王酒家 以前一車一車 放了這些瘦肉絲 就賣給街邊那些推車仔當 用來做碗子吃的 其實那些就是煲湯炸 平時如果在酒樓就不會吃的 因為沒有味 要不就要點醬油 要不就比較粗 它肥豬肉粥的位置是很少的 但吃進口就一點享受的感覺都沒有 但是如果撕到好像一絲一絲 再放一些粉絲 再放一些蛋花 再做了一個獻汁 就會變成街邊那種碗子吃 以前的碗子吃 是未必一定放冬菇絲的 但是那些粉絲 還有木耳絲 就有放的 所以小時候有吃過的 街邊那些碗子吃 現在就進了店 多數街邊都不能買 所以看見這塊豬肉 喜喜而是的回憶 而青蘿蔔 這裡就不是給了很多塊 是給了一塊 剛才我喝的那碗 有兩至三塊 就比這塊小 但是青蘿蔔 它這次選得很好 還有調味方面都夠適中的湯 因為青蘿蔔很多時候都喝到結味 反而這裡的青蘿蔔 是沒有結味的 是有蔬菜的鮮味 它也不是草青味 是帶一點點甜味 但是湯底 也能喝出紅蘿蔔的味 但是紅蘿蔔 它就沒有圓舊 畢上來 它是碎濕濕 喝下去也有清甜的感覺 湯來到的時候 是熱辣辣 煙蹦蹦 好欣賞 老公還在三叮燭 溫馨提示 不要喝得那麼快 小心點 好熱好熱 因爲燙了 是嗎 對呀 剛才真的很熱 但是現在放下去了 都不是說冷 比較暖 而且它用了這個 可重用的膠器皿 裝著 其實都摸到碗邊 是很夠熱 所以喝起來 就特別好吃 不過真的要小心點 所以覺得整體上 這碗湯值得給5元 好 講講三杯 由左至右 凍檸茶 凍咖啡少甜 凍奶茶少甜 凍檸茶少甜 凍檸茶來說 每杯都加3元 近餐 凍檸茶來說 它的茶底 只有兩種茶葉 不屬於最難喝的一種 也有一種挺好味 但是不至於最吸引 檸檬來說 只有3片 不算太多 解開奇兵做一流 你說好喝 其餘兩杯就讓老婆說說 第二杯凍咖啡少甜 看不見我喝的份量 比凍奶茶少甜的一杯 多一點 因為開頭喝了凍奶茶少甜 就覺得茶底有一點點鹹口 後來喝了凍咖啡少甜 將鹹口的程度減低了 啡底的味道是正常的 而且採用的咖啡豆 喝完後都會回甘 酸味就沒有 加了奶後都沒有沖淡到咖啡底 冰淚一早已經溶掉了 不知道是否給得少的關係 還是外面天氣熱呢 我又覺得不太熱 因為今早下雨了 喝起來都算是正常好喝的凍咖啡少甜 第三杯凍奶茶少甜 這兩杯沒有冰的感覺 真的差很遠 比起平時的茶餐廳或其他燒味店 喝到的凍咖啡少甜 享受程度減低了很多 我記得有個網友說 你連冰給得夠不夠多都要說 這麼沉悸 今次我真的告訴你 口感味道真的沒那麼好 好了 來個美人照鏡 剛剛講完幾杯飲料 接著就講了我最後總食品 其餘都收了 還有這碗還未收 還有這碗薑肉 這碗薑肉呢 不是薑肉 是蔥肉 都算挺好吃的 不是太鹹 好 接著講到最後總食品 這間永樂燒美廚房 其實食物質素是不錯的 最遺憾就是 扔不到乳豬 唉 我想吃乳豬 我想坐久一點 看他會不會出乳豬 其實他應該不出 今天 那會不會我經常想 是不是在燒 叉燒他又拿出來 燒肉 他又拿出來 唉 是乳豬沒有拿出來 真的有少少遺憾 那算了 這些東西 始終有少少遺憾 下次就再來買過 谷鬼氣 下次買一件乳豬 回家煮飯吃也好 或者空口吃 當小食吃也好 一路剪片一路吃乳豬 我今晚直播 要不然 下次直播就買一件乳豬 回家一路直播一路吃乳豬 谷鬼氣 我有個網友很厲害 谷鬼氣 我先學一下 今天食物真的不差 雞可能去切那個部位不好 叉燒 燒鵝 分題 飯都不錯 唯一那個奶粉 就比較一般 其餘的食物 我也覺得不差 而且這裡冷氣很涼爽 雖然只有三部分題機 但吹下來兩針針 嘩 坐在這兒差點睡了 飲品比較一般 不是很突出 但不屬於難飲品 也不錯 這個服務員招呼很好 他們差不多一走過就收拾 走過就收拾 完全不是客氣的 而且他最後也替我抹一抹桌 即是說 你未走也好 他也會替你清乾淨 他不是想著回桌 其實現在中間的桌子 放在鬼桌 進來每個人都可以坐 而且這裡有兩餐飯 很有趣 我沒有出去看 很多人吃 有人叫兩餐飯 我說比較一般 兩餐飯我也不介紹 因為兩餐飯每天都有不同 我今天介紹了那樣東西 明天你可能來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久都不介紹兩餐飯呢 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說了是怎樣 明天你不是吃這些東西 我說很好吃 一條魚 明天別人不煮魚 怎麼搞的 唯一是飯就可以了 我可以說 其餘東西是天天會變的 其餘東西等老婆說說吧 兩餐飯的變數真的很多 我記得西九龍中心八樓 我們最喜歡吃的那間兩餐飯 叫什麼名字 西九龍那間兩餐飯 我不記得什麼 很流行 很大間的 先頭兩個舖位 現在縮了多一個舖位 我那時候經常去吃 但現在沒有了 它開始都縮小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款式 選擇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呢 它以前蒜蓉炒燕菜 真的超級一流 我吃過好幾次都很好吃 那我想會不會夏天 一有燕菜的季節 它就做蒜蓉炒燕菜 但是我發覺我近這十次去西九龍吃東西 都沒有蒜蓉炒燕菜 不論夏天也好 冬天也好 全部經過的都沒有蒜蓉炒燕菜 那我就明白老公說了 原來真的不會千篇一律 但是這裡我今天看到 最多人叫的兩餐飯 就是番茄炒蛋 和肉豆炒瘦肉 這兩款很多很多人叫 我想都蠻好吃的 其實我也喜歡吃兩餐飯 甚至三餐四餐我都喜歡的 有時候我們都會去那些專賣兩餐飯的店 叫一些剩餐 回家自己慢慢享受 說回今天的燒味 我沒想到它這麼闊老 我只加了10元給它 它給了一隻燒鵝給我 嘩 那些焦香味很厲害 鵝肉夠結實 但你問是否最甜最甜的鵝肉的味 它有味道 但是質地、口感和皮 真的很好吃 怎樣酸梅醬就更加好吃 所以它做到奶粉的湯底 真的有燒味味 其次我最欣賞就是叉燒 叉燒方面 雖然它不是很肥的肥叉 它是軟叉 但是有以前燒味店的味道和感覺 就不像現在半桶水燒味店做的叉燒 類似不好吃的叉燒包的叉燒 今次真的吃到以前小時候 童年回憶的味道叉燒 質地又真的相當不錯 就算牙力不夠 肯定那塊叉燒不是硬叉 不會令你硬要用力咬才刺得開 另外今天最欣賞就是燒肉 那塊皮真的很酥脆 雖然它沒有一肥一瘦相間的肉質 但是那個肉也是夠軟 很容易咬得開 而且豬肉味也是很鮮 夠濃味 它就不太鹹 好像沙尼刀那種感覺 另外我也試了芬蹄 芬蹄是挺好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放在飯面也不太熱 沒什麼受過飯的影響 熱了就沒那麼好吃 它的皮夠爽 肉也有趙頭 但是有鮮味 點了蒜蓉醋是挺好吃的 而且我也試了老公的杯凍檸茶 是挺好喝的 好喝過我那杯凍奶茶少甜 還有凍咖啡少甜 雖然它的杯冰都溶了 沒有那麼好口感 但是那個茶底是比我那兩杯好吃 其實喝下去三杯 如果冰是不夠多 有一點點像喝汽水 沒有加冰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喝的 還有啤酒如果雪不夠冷 就像平時老公說 哎呀熱啤 那我不如不喝 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喝冷喝 都是想追求冷的感覺 現在變了不夠冷 就差點差點 同樣今天最欣賞的是 那兩碗熱湯 真的很夠熱 而且味道調教得非常好 雖然份量不是很大碗 但是材料都吃得出是新鮮煲的 不是隔夜翻渣的 所以我覺得值得一讚 很欣賞 而且今天都吃得很開心 很飽逃 很滿足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今晚我都直播了 要趕著回家設定些東西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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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